我不爱动脑的算计人 你们就拿我当猴耍什么 易叔 我可是真正地为你着想 别说了 比唱得还好听 你拿出点实际来 给我钱 我现在就走 以前罗马店挣的钱任由你花 可现在罗马店挣的钱 你只赚三成 我知道 我知道自己赚三成 凤英当掌柜 一心只想支援抗战 她根本没把心思 放在为罗马店赚钱上 所以你以后的钱够不够花 还真是个问题 你说凤英她 既不当我老婆又不给我钱 她到底想干什么 我整天跟她鼻子不是鼻子 脸不是脸的 我就是愿她不为罗马店着想 不为你将来的出路着想 小妈 咱别说这些没用的好吗 我就说现在 现在咱们该怎么办 我当掌柜的 你愿意不 那你当掌柜的 我和栓虎跟着你干 保准让你过得体体面面 滋滋润润的 咋样 我是在想 凤英她有这么坏吗 她倒也不是坏 就是她的想法和目的 跟咱不一样罢了 对啊 那那栓虎那边啊 这个由我去说 一叔 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去做 保证让你在西安买一套宅子 把你心爱的安琪娜取到手 伤头又催着我要粮食了 如果再弄不到粮食 我这个团长的位置 可就保不住喽 行了 我再打问打问吧 西川的地不行 冬春的地好 你再打发人去看一看 兴许啊 有门 罗马殿 只肯定没有喽 见商见商 他们的话你也信 我不信能行吗 这谁都知道 罗马殿的粮食 全都给八路军送去了 就你还蒙得鼓励 你答应收拾贺家罗马殿的事 可还一直没动静呢啊 这连个茶口都没有 这平白无故的 怎么收拾 照个茶子还不容易 这找茶口也要找到巧妙 这就跟下期一样 要一不能将死人 别像那回绑丰鹰一样 让高团长把我的人押回来 给我难看 行了 你等着吧 窗户哥 记住 收了谁家的多少粮 一定要两头记清楚了 一头给店户 另一头拿回来作账 那 这点事还要你交代 店户和店户的情况不一样 一定要说清楚了 他们同意才行 不同意的 不能强征 行 放心吧 我都安都好了 好 你们走吧 走啦 走啦 快 都跟上啊 路上小心 来 慢点 你 冯瑶 这是干什么呀 收领 收领 能挣多少钱 不挣钱 不挣钱 你就是这么当 罗马店的掌柜是吗 这些事你都不懂 别管了 咱俩都是罗马店的股东 你不为罗马店挣钱 我就有权利管你 回去喝你的酒 画你的人样子去 你真以为罗马店 就是你一个人的了吗 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你又要发什么疯 我没有发疯 我要钱 我要回西安 你赶紧把钱给我 没有钱 要走你走 别在我这儿胡嚷嚷 医叔 你发啥呆呢 小马 你来得正好 你 你 你 干啥 你这个人 两个俊女人在你身边晃悠 闭上眼睛 随便一抓都没错 可你一个都抓不住 你这徒弟啊 我算是白教 晃给你 你又能咋了 能咋 窝里玩里一个都不能少 天下第一厚脸皮 天下第一牛皮静 你还别不信啊 活人最怕的三醉面 冯英 你撒谎就不怕糟天浅吗 冯英啊 老掌柜养了你十多年 如今尸骨未寒 你骗天骗地 欺人欺贵都可以 就是不能这样对待咱一叔 我没骗过任何人 更没骗过你们 冯英 你太厉害了 你真的太厉害了 我现在才看清楚你 你撑着眼睛说瞎话 我没说瞎话 这账坊上和金库里 有多少钱 别人可以不知道 可一叔和你一样 都占三成的股份 你居然瞒着他说 没钱 你到底啥意思 小干妈 一叔哥 你们从来都没有 真正地掌管过罗马店 你们和我的算法不一样 你们只看眼前的收入 根本不算什么尽相 和眼前要面临的 几大宗开支 那也不能说没钱吧 这明摆着 今天以前挣下的钱 还不够明天后天花的 这也叫有钱 你什么意思 罗马店七店八铺 八千亩地这么大一个摊子 光长公伙计 也得二三百人 天天挣钱 还天天花钱 平日里 没有三四百块响阳的头寸 根本周转不开 这明摆着天天都有镜像 怎么 怎么就周转不开呢 怎么就没有钱呢 现在 这烟草铺 药材铺 杂货铺 铁匠铺 还有粉房这几家 货都是靠着咱罗马店的信誉 从各地设账弄回来的 卖一点就得还一点 也就挣一点差价 你们以为 给八路军卖粮 和生意上收回来的那些零碎钱 能撑多久 现在这点钱 连春夏顾短工的工钱 和下售秋波的材料钱都不够 你能不能把嘴闭上 鬼才相信你的话呢 这是去年的流水账 前面几页是总账 今年又增加了五百亩地 工钱也得加 不信 你们自己看吧 我不看 我就不信我爸挣了一辈子 到从来他什么都没挣下 是 甘爸这一辈子 是挣下不少钱 可他既没存到银号里头 也没换成金条银元 年年挣钱 年年制地 年年开铺子设店 可着劲地把这摊子往大里扑 可白俊杰和施老药阵们一弄 不动产是没什么损失 可钱 却被洗得干干净净的 嗯 就这些吗 就这些吗 还有 动船上千户人家 活不下去了就来借钱 你们都知道 甘爸是个大善人 从来不让人空手而归 这几十年 有还的 又还不起的 还有的 连人都找不见了 这上上下下加到一起 也有不到两千块大洋的欠账 这么多 那还要的回来吗 甘爸跟我说过 这些账都不许催 全当是死账 那 那那那那 那 我是说 我是说咱罗马店 罗马店的房产地产 然后还有那个七店八铺 如果要是折合 折合起来的话 那那那 那他他他应该能值多少钱呢 这些我还没算过 随德县的第一大户 应该没说通了 随德 随德第一大户 第一大户 我是第一大户的儿子 我我我是吗 我我是 我是第一大户的儿子 我竟然 我竟然娶不起一个教师的女儿 一个模特 这不火箭鬼了吗 头一天八千斤 第二天一万五 今天连收带送一共是两万斤 那就是四万斤 咱们罗马店啊 有没有钱人家都信 双虎哥 咱们收粮这件事 不知道怎么一下子传开了 今天一天就有两个粮商 死活都得要粮 你去找一下高团长 让他们俩弄走 免得夜长梦多 行 我这就去 小妈 医叔 还没睡啊 小妈 我想当掌柜 好 来 坐下说 我都快急死了 你还要闲情抽大烟 我抽我的烟 又不耽误办事 你要再弄不到粮食 我看只能把咱 白家平的存粮 给拿出来了 你着个什么急 谁说弄不到粮了 你有办法了 罗马店给八鲁军 从乡下收粮 三天收了四万斤 多少 四万斤 你不会搞错吧 信不信 来人 到 通知透露联 马上到三十里铺罗马店 看看有没有大量存粮 是 我 我真的无法想象了 是 不赚钱 他还能干得这么起事 赚钱 这简直是赔钱 赔钱 把店户今年夏秋两季的粮食 提前收上来 白白送给八鲁军 这不是赔钱这干啥 先抓紧时间啊 凤云 凤云 你告诉我这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你变着方的把罗马店 往空里头 你想干什么 你还能不能当这个掌柜啊 你还该不该当这个掌柜了 快点啊 快点啊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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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哥 我连省城西安都没去过 也就跟着罗队走过几个线 我没见过什么失眠 但我知道 眼下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 日本人与咱就一和之隔 你别跟我说这些大道理 就靠你 靠咱们罗马店 就能救得了中国 笑话 那好 我就不跟你讲什么大道理 我只和你说 八鲁军和咱罗马店的关系 不来喜当了八鲁军 你当然向着八鲁军说话了 你别跟我说这些东西 我不爱听啊 你非听不可 好 施老要抢劫的那一天 要不是八鲁军及时赶到 他早就用刀枪 逼着我们所有的人 把罗马店 全部转让给白金杰 到那个时候 你还能在西安 找人样子 画人样子 找鬼画鬼去吧 你别说这些没用了 不挣钱的事以后不许干 无论是说抗日爱国 还是执恩图报 就是干把活着 这军粮也非争不可 非送不可 你马上给我停止预粮 这不可能 那你就别当这个大冷卫了 这可不是你说的算 小连口炒什么价呀 火气还这么大 高团长 高团长 你好 高团长 快请坐 年轻人哪 火气就是大 你们俩吵什么呢 我来给你们评评礼 没什么 我跟我艺术哥 说说闲话 这昨天一天啊 就用了三百个短工 你到底向着谁呀 这票你到底投不投 不投 那你宁可让凤英当掌柜的 糟蹋罗马店 也不愿让我当掌柜的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你们这事我不想撤好 那你就放弃你的两成股份 把贺家的还给贺家 还给易叔 我就不明白了 你这疯雕急抢的 到底是为啥呀 这是易叔的意思 怕也是你善呼的吧 反正你要同意我和易叔的意见 凭啥 你和长工短工 辛辛苦苦种咱自营的地 一下一丘两计 也就收个十三四万斤粮食 结果现在让凤英一下全送人了 咱还得当上送粮的运费 你说这是做生意的样吗 抗战需要 这笔账你也得算上啊 我看得出你心里还想着凤英 可是你还想跟她咋样 你还能跟她咋样 凤英现在是谁啊 她是老掌柜的儿媳妇 你别胡扯啊 给个通款话 换不换掌柜的 不换 那你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我让你立刻卷铺盖走人 你到底要干啥呀 我从来都没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现在我就让三十里铺 和罗马店的人都知道 知道你不是个东西 我让你跳紧黄河也洗不清 干啥呀你 我告诉他们 我们已经名铺暗盖 我也有了身孕 我肚子里就是你的娃 你胡扯你 你 你要是不答应 我可啥都干得出来 你 我们的经费的确紧张 但是我们八路军 有八路军的纪律 绝不能白白接受这批粮食 我们研究决定 在你们农忙的时候 我保证得要几百名战士 帮助你们下手秋手 减少你们的开支 一旦经费补充上了 绝对偿还粮款 支持抗战 我们罗马殿亦不容辞 高团长 您真是见外了 你的这种热情和愿望 我完全明白 不过 我的确了解 你们也正在难处啊 刘建国 刘建国 带兵来了 徐顺虎 你和陈先生组织一下老百姓 让他们躲到客房里面去 好 停 停 停 放下 放下 都放下 你们又干什么 一会儿再告诉你 你们不要知道事端啊 攻锁老马殿 进入战斗状态 进入战斗状态 你要干什么 你搞清楚 这是随短警备区的管辖范围 我们再封闭行事 实行我们八路军高档下的命令 你 天爷爷 可千万别在这儿打仗啊 恋他也不敢 他们想干啥 不理他 客长 断子断身的罗子 心里要捣乱 这话说的 罗子还想要儿要女呢 对对对 本来就是杂种 刘长官 您是要吃饭呢还是住店呢 我都可以帮您安排 叫你掌柜的出来 掌柜正忙着呢 招待客人 怕是招待不了你啊 真的是有所不 高团长也在 刘团长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我想请问一下 三十里铺 不在你何妨的范围之内吧 刘团长有所不知 日军在柳林堡集结重兵 久攻不向 正在沁闪大峡谷寻找突破口 三十里铺去黄河近在咫尺 我们早已在附近 不妨巡逻了 好了 公务之事我们暂且不谈 我找龙马殿的大掌柜 有事要说 你可以回避一下吗 在我的军粮 没有运送完以前 我是不会离开这儿 你应该出去看一下 你的人站着大门 不让我的手下进来 我的手下 可是在我的地盘上 也惯了 弄跑出了什么事 都不好看 首先 根据抗日统一战线的原则 没有什么谁的地盘之说 其次 我的手下 虽然武器装备一般 但个个都是杀鬼子的好手 什么事 他们都能对付 这么说 你是不肯让我的手下进来了 你肯定也看见了 他们在运送军粮 妨碍军务影响军需的时 我使坚军不允许 他们自然也不允许 你消化点 谁不消化 你有资格和我说话吗 这差不错啊 刘团长 坐下来拼命茶 怎么样 刘团长 老站着说话都难受呀 快坐 喝杯茶 上茶 枫营 换个地方 我需要单独和你交谈的 我和你之间 肯定没有什么生意可做 这不是什么生意 是奉上风的命令 紧急募集军粮军饷 你摊派的想饮想粮 我们都如数缴纳了 你听明白了 这是紧急募集军粮军饷 实不相瞒 本罗马殿 除了少量周转的头寸 一无所有 无论周急什么 有心而力不足啊 八路军买你们的粮 这钱总该有吧 他们要粮 我们要钱 这不是扯平了吗 要照你这么说 天下所有的生意人 可都活不成了 你不答应 这钱也没有 你给八路军 白送了那么多粮食 就该给国军 同样的粮食 我是生意人 八路军也好 国军也好 我的粮食 一粒都不白送 你 你这是当面撒谎 柳团长 我跟高团长 可是签过契约的 你要是想看 我给你拿去 这样的契约 我也可以签一份 柳团长 八路军是盲食作战 闲食生产 随时随地 能招几个营的战士 帮我们除地 收割 碑粮 碾打 你们的大兵 个个都是大爷 哪一个 能给我们当庄家汉呢 我不跟你废话了 看清楚了 这是所需的军粮军饷的清单 今天你卖房卖地 砸锅卖铁 也得把这军粮军饷给我办了 刘团长 你今儿 是募捐 还是抢劫 你到底给不给 你若是募捐 我没有 若是抢劫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抢 抢完了 我到御林到西安告你去 来人 到 把他给我抓起来 带走 是 高团长 咱们现在是各为其主 井水不放河水 刘团长 你太过分了 高团长 你要搞清楚 你的职责是打日本人 我的职责是 保护隋德弥址一带的军政事务 这是我区域内的事 你无权插手 三十里铺罗马店 是我们的粮食供应商 抓罗马店的掌柜 就是妨碍抗日 我非管不可 把他带走 是 来人 这是我的事 你管不着 凤英一贯只是抗日 谁抓他 谁破坏他 就是破坏抗战 破坏抗战的事 我不管 谁管 你管得太困了 刘团长 带上你的人 马上离开罗马店 你是在命令我吗 是的 那我也命令你 把粮食留下 带上你的人 离开罗马店 我就知道 你是冲着粮食来的 正是如此 怎么样 守候命令 准备战斗 是 准备战斗 告团长 希望你收回成命 收我命令 运粮队伍继续运粮 任何人拦截军粮 就地击毙 是 我军兄弟们 我们再执行军令 任何人拦截军粮 就地击毙 走了走了 走了 快 快 快 拿水 走走走 拿水 快 一会儿两人这儿 快 走走走 拿着 每次给点面子 别坏了规矩 面子的大甲都不好看 你吓唬谁了 你把枪拔出来 看谁 先倒在地上 放我瞅瞅快 快 快点 在那里啊 快点 快点 洞庇 你是聪明的人 你的房产家产都在这儿 而共产党八路军 打完仗是要走的 你指望共产党八路军 他们是武神保不了武身 是靠不住的 日本人就在河对面 谁打日本人我就支持谁 你问问那些守黄河的国君 我送过多少粮食 你还是没有明白我的意思 你要看清形势 站队了队伍 国君几百万占领了全国 而共军困守黄土地 要不是有日本人来了 找都不知道哪儿找去 被国君吃掉了 那是迟早的事 我只管重庄稼做生意 谁吃谁我们可管不着 你到底交不交母君 我一无所有拿什么交 二位也是罗马店的大股毒 也不答应吗 我们罗马店都被你和那个姓白的 掏成空壳子了 还嫌少啊 我是怎么对付隋德 弥址一带的抗娟大户的 想必你们都听说我吧 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共产党今天能救得了你 明天呢 后天呢 还能像今天一样救你吗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我奉劝你公道办事 别仗势欺人 仗势欺人那不是我 是你 刘长官 公道自在人心 你给八路军而不给国军粮食 这就是你的公道 你的天理 给打日本人的筹集粮食 那是罗马店老掌柜定下的规矩 这就是公道 这就是天理 行 你就嘴硬吧 今儿 你让我受了这等窝囊气 明儿 明儿我让你哭爹喊娘的 求我 痴心妄想 消息 吕长 小岸有开气 消息来来来 开 报告团长 加强班集合完毕 请指示 同志们 交给你们一个特殊的军事任务 进军事任务 刘团长 话不要说死 事 我要做绝 出水再看两腿泥巴 刘团长 事还没谈完呢 我想谈多久就谈多久 好 你慢慢谈 凤云 粮食已经运完了 我该走了 高团长 慢走 按照合约 我先给你们留一个加强班 让他们参加罗马店的生产劳动 谢谢 齐班长 到 介绍一下 这位是齐班长 以后的事由你来安排 大长官 团职属久永连加强班 向您报到请指示 谢谢高团长 谢谢齐班长 你们先下去休息吧 向后转 刘团长 刘团长 凤云也是你们的保护对象 他要出了什么事 你也得承担责任 我是隋德的军政长官 至于怎么做 用不着你来指点 各位 告辞 恕不相送 高团长 后会有期 抗战敌 后会有期 来 坐歇会吧 来来来 坐歇会吧 快点 快点 来 坐吧 赶紧回罗马店啊 这回啊 可得把刘建广给做结实 刘建广这个王八蛋 兴恨受劳 吃针魔环花卷 咱可吃不消 别想个拔子 防着点他们 那咱也多买些枪 见个护员队 护员队 不敢用 那咋办 好 就这么忍气腾生 瘦了 好 看见了吗 郭团长这人哪 还真是个讲究人 是不错 可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那倒是 团座 就一个加强班 小菜一碟呀 我去干掉他们 现在不是硬碰硬的时候 那咱就这么认栽了 不 有上风的支持 咱们还怕这些 又土又穷的拔鲁军 和拔鲁军斗 不能再用老办法了 我们要斗得巧妙 要往他们的腾处捅 这个嘛 好好琢磨琢磨 想一高招 想要整垮罗马殿 就给让他们拔鲁军 为找个粮食而发运 那也就按着来 八路军的人 财 物 全靠老百姓当中收集 你只要想个办法 把他们从中间 一样一样给它断绝了 我看他们怎么在嚣张 嗯 玉叔 你怎么来这儿 金先生 我没有什么事 就是想问你一下 您是怎么看待 抗日这件事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我没有什么意思 我是说 我父亲让您当契约执行的公正人 您可不可以向我保证 你可以做到真正的公正公允呢 当然可以 那就好 没什么事 您先忙 杨总 我想以你杂货铺的名义 给咱多收贵一些布鞋 收货布鞋 你看 给咱们帮忙的八路军战士 那都穿着草鞋 还有光着脚的 不就那么几双鞋吗 放心 包在我身上了 不是这几双 是整个合防部队的 整个合防部队啊 那不得几千双鞋啊 那你要单凭收购的话 我看够呛 那咱们既收购也募捐 反正是得让人穿上鞋 可是你要的量太大了 我觉得这好像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那你有啥主意 我觉得这样你看行吗 咱们罗马店有布也有麻 咱们可以把它分散到 各村各户去 然后把那个鞋的样子 鞋的尺寸大小都定好了 让那些女子和婆姨们去做 不出几天 这几千双鞋就搞定了 杨嫂 你这个主意太好了 这事就交给你办了 你觉得我这儿布置得咋样 漂亮 你这是干啥啊 我又不是不能生不能养的 我还想儿女成群呢 我还想儿女成群呢 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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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我这儿像不像个新房 谁让你走的 谁让你走的 我真得回去睡了 徐山虎 你可不能活得这么虚 今儿太晚了 有话咱明天说吧 你要走我就喊 那你喊吧 你咋在这儿呢 你屋没锁我就进来歇歇脚啊 你有啥事 我没事就不能来吗 时候也不早了 我都累了一天了 睡吧 你干什么去了 怎么累 我啥也没干 我干了一天活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去哪儿的 你干什么去了 我 我哪儿也没去啊 你是我爸救下的 是他一手把你养大的 他现在尸骨未寒 你就爬到我小妈的炕上了 你什么意思你 你听我说 阿姨说 我 我啥都没说 你刚才在我小妈房间里 说什么做什么 我都听到 都看到了 怎么了 你不敢承认了是吗 一叔 我真的啥也没做过 你可别出去乱说 爽活 你要是想封住我的嘴的话 你就得跟着我走 按照我的账程做 明白吗 三婶 买布啊 哪儿啊 这个啊 是给咱八路军做军鞋用的 做鞋呢 怎么个做法呢 做鞋呢 怎么个做法呢 做鞋呢 怎么个做法呢 做鞋呢 怎么做鞋呢 做鞋呢 怎么做鞋呢 一百零八针 这鞋面呢 要里外全是新的 那一点旧的都不能用 那手工费怎么算 这布料是罗马店给的 啥手工钱呀 咱能跟人要手工钱吗 兄弟啊 你们这是有何工费啊 我们不给你抢这臭活 我们是来招兵的 招兵 兄弟们 借桌子板凳 扎摊子